三国演义和三国志 这两本书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事很难比较 你像一本小说 它讲的是故事的精彩性和丰富性 三国志呢 讲究历史的史实真实性 你拿一本小说 跟这史实来比真实性 当然没法相比了 但是我们也要非常理解啊 大家比的原因在哪呢 就是三国演义这本小说 写的太高明了 第一点 它牢牢的抓住了历史的基础主线 这根线没跑偏 从东汉末年的黄金大起义 一直到三国归进 整个的主要的事实基础 都非常扎实 所以让大家常常产生这种幻觉 三国演义非常的真实 三国演义另一个高明之处 就是利益的高明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特别讲究谁是正统 有正统我就有根基 能够获得大家广泛的拥护 在这一点上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 体现出重大的区别啊 表面上看 三国演义是讲究刘备是正统 讲的是汉家天下的传承 实际上呢 讲的是儒家的思想 特别是仁 义 忠 等等这些词汇 一说刘备就是爱惜百姓 而作为反面教材呢 就是曹操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两者之间 人 比较就很大了 另外一边呢 陶渊三结义 你看这个义气 就是自古以来非常重要的 他跟主流思想完美的契合 一下子把三国演义的高度 又提升了很多 这是三国演义 真正高明的地方 当然了三国演义本身还有更多非常精彩的地方 但是他跟三国志这本书的比较当中 这一点就是非常大的区别 三国志的撰写难度比三国演义要大很多 这个不是指文学修养上来讲 而是指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讲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三个国家以谁为正统的问题 这件事在今天来看可能不是个问题 但是在历史上争论是特别大的 陈寿何许人也 诸葛亮去世前的一年 他在蜀国诞生 他是地地道道的蜀国人 后来人就指出来了 说陈寿你明明是个蜀国人 蜀国灭亡的时候你都三十一了 俗话说三十而立 到这个时候你还不坚定立场 写史书的时候呢 把敌对的曹魏数为正统 你这不是叛变是什么 当然大家会提出很多的诟病了 不过这种写法也完全有陈寿的理由 陈寿当官的时候 是在司马家的晋朝 而晋朝的天下从哪来的呢 是从曹魏善让来的 那曹魏的天下从哪来的 是从汉朝皇帝的手中善让来的 汉 曹魏 司马家的晋朝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呢 你把这个主线抛开了 你说从蜀国继承过来的 如果按这种写法 即使他写完了 也不可能得以旅无传 大家也不认呢 您还别说 历史上真有这样的历史学家 篡改了这样的一种模式 唐朝的刘志己就写了一本史书 叫汉进春秋 把蜀汉呢作为正统 说蜀汉灭亡了 代表着汉朝灭亡了 然后曹魏呢属于篡权 属于伟政权 但是啊 等到资质通鉴的时候呢 司马光就全面接受了 陈寿的这样一种说法 把曹魏作为正统 把曹魏的纪念呢保留下来 等到明朝的时候 蜀汉作为正统呢 又占了上风 所以三国演义 借着这段东风 瞬间被大伙广泛的接受啊 等到明末的时候 大评论家金圣探 就专门说过 说把曹魏作为正统啊 这是司马光的不对 是他的失误 你怎么能这么写呢 挺大的史学家 也不知道害臊 您想想 司马光这样的大史学家 都被批评了 何况陈寿乎 在三国制当中呢 不仅纪念方面 采用了曹魏为正统的纪念 另外在具体的 这三个国家的正史当中呢 魏武帝 魏文帝 魏明帝 这都用的是纪 等到写蜀制的时候呢 等刘备啊 刘善啊 都用转 从史书上来看 这两者是天壤之别呀 什么是纪呀 皇帝呢 才叫纪 转呢 是普通人才给你列转的 等到写蜀制的时候啊 你从刘备写起也就罢了 直接从刘烟和刘章开始说起了 这就更让后人愤怒了 你在你眼里 那蜀汉根本没有感情啊 你在蜀汉 毕竟生活了三十年呢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也是后代诟病的一个重要的点 但是我们细度三国制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 陈寿写蜀制的时候 其实里面蕴含了很深的感情 他对蜀国不是没有感情的 尽管他一岁的时候 诸葛亮就去世了 但是蜀国人留下了很多 关于诸葛亮的褒奖的传说 这对他形成非常鲜明的印象 他对诸葛亮的记载呢 还是存在有一定感情的 等到写刘善 听了乔州等人的意见 打算向魏国投降的时候啊 在这里面呢 突然加了一句啊 刘善的儿子 听到他爹投降这个消息啊 什么表现呢 上国之王 心中非常悲愤的 先杀妻子 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杀掉 然后呢 赐以自杀 然后我自杀了 这显然是一种敬畏之语啊 这是对这种行为的这种褒奖 在陈述史诗当中 突然加进这么一笔 没做任何评论 但是观众在看的时候 心里会涌起这种悲凉 刘善可以投降 毕竟老刘家还是有骨气的人 刘备的后人并不都是窝囊费 如果对蜀国没有感情 一心向曹卫的人 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 另外一边写江维的时候啊 正在等待朝廷的消息 下一步我们究竟怎么打 究竟是转移还是反攻 应该给他痛快话呢 结果呢 这个时候等来的却是一纸祥书 要求他跪乡草位 投降他的对手中会 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他怎么记载呢 这种将士啊 投格放假 把兵器都放下了 接下来两句话就非常的有水平 将士贤怒 你看看 什么叫贤怒 是每个人都非常的气愤 证明什么 蜀汉这些好男儿 还是说有一番热血的 接下来怎么办呢 拔刀砍石 不让我打了 我把长兵器都抛去了 但是我抛出腰间的配刀 冲着石头上砍 寥寥八个字 哪怕过了将近两千年 您在夜里的时候 读到这一段 都会觉得 胸中那种不平之气 悠然而生 您能说 陈寿对蜀国没有感情吗 但是从这呢 我们也能看出来啊 陈寿一方面的蜀国 表示同情 但是啊 你要说他有多热爱 好像也并不至于 比如在刘善投降的时候呢 陈寿也做出评价 他说刘氏无鱼 一帮蒙赖 舟之谋业 什么意思呢 说老刘家能够得以保全 然后整个国家呢 没有遭受太大的杀戮和伤亡 这是很好的事情 舟之谋业 这个舟是谁呢 就是乔州 为什么把乔州抬得这么高呢 就是因为他是乔州的学长 乔州的很多观点 就被他所接受了 因为光路大夫 乔州呢 就是一个劝降派 他不断的给刘善旁边 吹耳边风 他说你还是投降吧 晚降不如早降 曹魏这边已经做得很大了 你根本打不过人家 全国都快解放了 你能往哪跑 有人提出来说 顾守成都 他说你守有什么用啊 守一段时间 老百姓生灵涂炭 被供下来了 你自己没有好果子吃 有人讲说 咱能往东吴去跑吗 投奔吴国家 他又讲 他说你投奔吴国有啥用 吴国那么小 实力也不强 早晚是被人屯兵的 等你到吴国 你就属于投降人家 然后呢 东吴还会投降草味 你相当于投降两次 更丢人 你们别说啊 在这种大趋势之下 大多数人 还真是能接受乔州的意见 所以呢 刘善就听取了乔州的意见 最后怎么投降的呢 是抬着棺材 自己拿着祥书去的 你看有多虔诚啊 而且祥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啊 说曹魏这边是天位济震 这太强大了 然后呢 我们属国什么情况呢 敢不革面 顺义从命 这就是按乔州的说法走 天下大事都这样了 你个人在争有什么意义 我这边呢 让所有的士兵 把武器都交出去 所有的仓库 我都给封上了 钱粮 你在这随便点 我一点都没有 全都交给你了 我希望老百姓呢 都正常的过生活 平平文文 交给你卫国就完了 要说天下大事呢 也确实是这样一个道理 但这样一个投降的方式 太丢人了 但是亡国之军 你还贪什么脸面呢 保证蜀国百姓的安危 这是大事 从乔州来看呢 你也不能说就是错的 毕竟是大事所趋啊 说到这儿呢 我们也要补充一句 陈寿在记载这个刘善和刘备的时候 经常用先主和后主 也能看出来 对这两位皇帝比较尊重的 但陈寿对刘备的评价非常高 对刘善的评价就比较低 陈寿在年轻的时候啊 是在江维帐下当个主部 做各种记录的这样一个书记官 后来呢 也当过秘书啊 皇门侍郎 等到刘善呢 任用皇后专权的时候 那他也不愿意参与 基本上就是默默无闻了 你看 像他这样的心理状态 汉朝已经离得很久远了 没有什么感情 等到蜀国的时候 他亲眼看着这些奸臣是怎么作乱的 所以对这样一个国家呢 他是同情 但也谈不上有多热爱 接下来呢 他和他的老师乔中 又亲眼看见司马氏取代了魏国 善让成了近代 这样一来呢 他的身份从蜀国人到魏国人 再到晋国人 这个变迁也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慢慢呢 他也就认同了司马家天下 也就是晋朝的正统 这样一来 对他的思想影响又非常的大 他的客观来自于之前的经历 也来自于他老师的教诲 更在于他后半生经历的三个国家的变迁 三国志能成为中国史书当中鼎鼎大名的作品 也不仅仅是因为承受的角度非常客观 更重要的还是他文笔写得非常好 这个当然不像司马前写史记那样洋洋洒洒 写了那么多包罗万象的故事啊 但是三国志那也是二十多万字的作品呢 而且呢 言语非常简练 点评非常的到位 三国志这本书刚写成的时候 你像陆基这些大文学家一看 就叹为官职 以至于等到陈寿刚去的事的时候 这些大臣马上就跟晋慧帝讲了 说皇上马上去把这本书拿来 这书写的太棒了 虽然是私人写的历史 但是啊 历史非常真实 屏蔽之书是当时当中最重要的作品 晋慧帝一听 马上派人专门跑到陈寿家里 就把这本书拿来 看了之后就把它列为官方的证实 因为这里面从曹魏的善让再到晋朝的善让 讲得非常清楚 这就意味着司马家的天下得知有理 从皇帝到当时的大臣学者上上下下 都这么重视 就意味着这本书至少在历史的真实性上 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您可千万别觉得就承受一个人写历史书啊 无论是阮籍这样的竹林七贤 包括其他的各国的史学家都在写史书 你像什么魏书 吴书 鼠书 包括魏略 一大批历史啊 当这些人看到陈寿写的这部三国志的时候 大家都服了 都认为我们这些人所有人写的 都不如陈寿写的精彩 你像当时的魏书大伙就评价 说这个避讳太多 魏若陈寿之实录 你不像陈寿写的那么真实 你看把魏书就干掉了 当时写魏国的史书可不是一本啊 夏浩站也写了一本魏书 他一看到三国志之后 干脆把手里的魏书就销毁了 我没脸见人了 你这水平太高了 其他的像魏氏春秋 还有那些汉晋春秋 当时十几种史书 最终能留下来的 包括各位大家认可的 就是三国志 这也是一个大浪淘杀的过程 等到近代南朝的时候 大家就普遍认为 这本书写的非常的棒 是近世之家世 但是这个史识写的太少了 才二十多万字 不足以记载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啊 所以就委托当时的裴松之 把这个历史再给他丰富一下 裴松之和陈寿之间距离的年代啊 比较近 手头掌握更多的资料 裴松之给陈寿的三国志 做著的时候 就说得非常清楚 慧氏以重色为文 蜜蜂以尖采为味 他在没有对三国志 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 把他了解的事实 又加在三国志的下面 扩充了一倍的文字 让整个三国志 变得更加丰富 这样一来呢 就更加奠定了三国志 和裴松之这个注释 在中国史书上 对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 重要的地位 这本书是当时后世很多学者 作为案头书籍来看的 没事就翻一翻 再往后的时候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邪 就对三国志做出非常高的评价 说他写的非常有根有据 不是简单的抒情 也不是简单写粗线条 而是非常精道 该写历史的时候就写历史 该评论的时候就评论 而且评论呢 也是恰到好处 不多 也没有太多个人的色彩 就是评约 简单一两句 这就完事了 早期的三国志呢 是三本书分开的 未至无至属至 等到北宋的时候 有刁板印刷了 才刻成一个全本 等到南宋的时候呢 又流传到了日本 在日本呢 也非常的流行 我们看今天的日本动画片 很多有三国志这样的元素 从当年就已经炸下了根 在宋朝的时候呢 三国志就衍生出很多的故事版本 等到明朝的时候 罗冠中基本上就按照三国志 重新做了修改 形成了三国演义 这就形成了给大家造成困惑的根源 所有三国演义的历史真正的根基 全在三国志当中 但是那些细枝莫解的东西呢 经过罗冠中的妙碧身花 又长成了参天大树 在这样一个参天大树之下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树叶 也能看到基础的树根 但是就不能看到那些主要的枝脉的走向 它枝繁叶茂 掩盖了很多重要的枝干细节 这就造成了今天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 也构成了各自的精彩 这就造成了三国志和三国志和三国志